第133回 王十代來告訴大家 說武當第十三代掌門人石眼 在4月14日午時前一刻先逝 享年就47歲那樣說 聽了之後 沒人動 也都沒人開聲 大家的心好像醉了一塊大石頭那樣 過了很久了 才有人問 他是怎麼死的 王十代答案 他本身就有病的 而且 都病得多嚴重一下 鐵堅就問說 那是什麼病呢 是肝病 木道人早就看出 他最多得一百日命而已 陸小鳳一聽就問 什麼 木道人跟他看過病嗎 哎呀 木道人的醫術好洗得啊 我都略懂一項 你看他是不是真的救病發作死的呢 是 絕無疑問的 啊 陸小鳳聽了 立刻好像不夠腳骨力那樣啊 軟嵐嵐地坐下來 鐵堅的面色就很難看 他問說 那他有沒有留下遺書 那他有沒有留下遺書 指定繼承武當掌門的人選啊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們本來都以為他實有遺書留下的 啊 誰知又找極都找不到 哈 這樣就閉加火了 鐵堅是知道武當的家法門規的 如果掌門人因為特別的事故死了 而又未來得及撤留下遺命呢 那掌門的位 就由門中背份最高的人來接掌的 那現在 武當門下背份最高的就是木道人了 鐵堅長嘆一聲說 唉 想不到 三十年後 他始終都做了武當掌門了 啊 陸小鳳就說 哼 怕他早就想到這步棋了 好了 現在 大家的心都明白了 如果沒有證據呢 就更加不動得木道人 使人武當的掌門 就不是開玩笑的 絕對不容許任何人冒犯 現在 他們連一些證據都沒有 就算木道人真是老刀頭都好 他們都無能為力的了 黃十代沒了心機地說 唉 石眼自己雖然都知道死期近了 還是想不到會這麼突然的 陸小鳳就問 那他臨死 難道一句話都沒有說到嗎 噢 他講了一句 他講了什麼 他要我告訴你 說你沒有猜錯 沒有猜錯 沒有猜錯 即是是啦 陸小鳳伏聲下站起來 不過又慢慢坐下來 他說 沒用了 沒用了沒用了 就算我真的猜中了 現在都沒用沒用 那各位 原來陸小鳳曾經問過石眼 木道人當年是不是因為私情被迫讓位的 那當時石眼就沒有說 現在說的當然太遲了 劍病裡頭的秘密 現在一定被木道人拿了 我沒有證據了 鐵堅就說 你猜得雖然沒錯 畢在做錯了 你既然知道有人要搶劍了 那為什麼不如先收起劍柄的秘密呢 唉 我們想引他醫藥去滿翠樓 當面揭穿他的真面目的嘛 劍病裡頭如果那些秘密不是原件 他一定看得出 一定會疑心的 我們當時 無論如何都想不到會走漏了消息 他會叫石殼去扮老刀頭的 霸散小故道人就問了 哎呀 那現在我們對他 是不是真的沒了符筆呢 哦 那可能 我還想得出一個辦法 這是什麼辦法 這是什麼辦法 你師叔是不是還在武當 他不在了 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兒呢 哦 我知道全福留的主人是他當年的熟下來的 特地劍了一隻肥牛 說請他吃一大餐 有東西吃就精神的啦 哦 他是不是很喜歡吃肉的 哎呀 一天沒肉都不行的 他吃得多不多呢 嘿嘿 老實說 多到沒有譜啊 陸小鳳一聽 啊 有辦法了 那全福留的大門口 今天貼了一張紅紙 寫著加油貴客 血液一日 那說是血液 洞門就沒有山的 一進門 就可以見到高大威猛的龍猛龍飛絲了 那裏面就排排排擺著三張桌 上面就擺著一大鑊牛肉 那他那份人吃肉 就自不喜歡小小塊排到整整齊齊 黏下黏下地吃的 要吃肉 就要大塊大塊地吃 那他聽堂都挺大的 不過 就只有一個伙計就遠遠站開 等著看看有什麼吩咐的 那主人就不在 龍猛吃肉的時候 就自不喜歡人家打擾 也都不喜歡說話 不過 他沒有叫人趕陸小鳳出去 陸小鳳就大步走過去 搬了張椅 跟他打對面坐下 笑著說 你好啊 龍猛就答 好 我認得你 我也認得你 你是陸小鳳 不過我就不認得龍猛 我只認得你 哈哈哈哈哈哈 難道不是龍猛嗎 你是飛絲土絲 又是吃肉的將軍 是不是 龍猛不笑 六大雙眼就挖著陸小鳳 陸小鳳說 將軍沒有死 將軍沒有死 將軍還在吃肉 肉 好吃 九狗狗 九狗狗 可以將你扮成將軍 這個樣子 一定可以將其他人扮成將軍 做個死將軍 很容易 那將軍 那將軍怎麼會死 因為我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去了將軍就要死 將軍很緊要 除了老刀頭之外 就絕對不讓任何人看出他的真面目 早點死比較安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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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的確是安全一點 沒有人會留意到死人的嘛 難怪最近死人的時常都會翻生啊 哼 你吃肉嗎 吃啊 吃得多嗎 多啊 好 你吃啦 吃吃吃 他吃完一殼肉 就將木殼的遞給陸小捧 他說 快點吃 吃多點 將軍吃肉 你又吃肉 大家都吃肉 吃肉的未必就是將軍 哈哈 所以你永遠都沒有法子證明我就是將軍 哈哈哈哈 所以 你不如還要吃肉 你不如還要吃肉 來啦 陸小捧想笑 但是笑不出 他唯有匹起一殼肉 肉真的燜到很香 不過 他吃了一口 甚至馬上就扔出來 臉色都變了 龍猛就說 哈哈哈哈 今天 你好像吃得不多 也都吃得不快 你吃了很多啊 當然很多 你吃了很多 這就糟糕了 這就糟糕了 陸小捧立刻約到桌面 閃電那麼快 就去點龍猛深脈附近的穴道 這就好可惜 他們中間有鱷肉 將軍以為他過來打自己 馬上就扔起鱷肉 馬上就扔過來 那人就扔不中了 那些肉汁扔到周圍都出 被陸小凶大聲說 你坐著,不要動 唉,你說不動就不動了嗎 龍猛當然不聽他說 不單止動 而且動得很快,一飆飆出門口 陸小凶急了,他說 那些肉有毒,越動越糟糕 但是很可惜,他講得太遲了 龍猛肚裡的毒已經發作了 他的臉馬上變成烏濫的顏色 整個搭到地上,死了 咦,這鑊肉是誰煮的? 主人去了哪裡呢? 那個伙計用這樣的情形,嚇到呆了 陸小凶一手撿著他說 你帶我去除房 很可惜,除房裡已經沒有人了 唉,這一魂 連龍猛都死了,怎麼辦呢? 現在,還可以為陸小凶作證的 剩下一個人 就是那個所謂的表哥 也就是陸小凶認為 是由古松居始辦的表哥 陸小凶知道他現在在哪裡 他希望古松居始還未死 他慢慢走出長街 好像有空沒事出來逛 街的兩邊有各式各樣的店舖 店舖裡頭有各式各樣的人 其中,究竟有沒有人監視他呢? 就不知道了 那麼突然,長街嘟嘟那頭 有一架馬車嘟嘟嘟嘟嘟嘟 跑過來,幾乎撞跌他 而有個人,從車窗口伸個頭出來,看了他一眼 駕車因為跑得太快 他一時看不清 不過,他覺得很眼熟 究竟是誰呢? 一時又醒不起 於是,他就盡量不去想這件事 走過街邊的水果攤 他就買了兩個雪梨 拋了一個給路邊黑食的小孩子 剩下一個一路走一路吃 現在,他一心想捉住木道人的漏洞 剛才那個肉呢,他雖然吐了出來 不過,現在的胃還有點不舒服 幸好,肉裡面那些毒藥落的成份就不是很重 因為如果份量太重,很容易被擦割 龍猛就不是那種反應遲鈍的人 不過因為吃得太多了,所以才被毒死 現在,他要去找那個從幽靈山莊帶出來 又被他收了一個表哥 那麼,海奇闊和高徒囚禁在葉寧峰山莊 就不用理他了 至於表哥呢 也就是他認為的古蟲居始 他收了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現在,他又走回去那天 剛剛來到武當山下投宿的那間客棧 他坐來的那間馬車還在那裡 那個車夫還等著他來埋單給錢 去到之後,他找著那個車夫 給了雙倍的價錢 然後,又叫車夫套馬 他說,今天天氣好 我想到處逛逛 你再給我趕最後一次車 我請你喝酒 那麼車夫鬥了雙倍,價錢當然肯 那麼這裏就不單止是去武當的必經之路 亦都是距離武當山最近的一個市鎮 出了熱鬧的市鎮 就看到天下文明的武當山全貌 他們到山腳的一個樹林邊 陸小鳳才醒起,不記得帶走 於是他就給了一定銀給車夫 他說,我答應過請你喝酒 你去買吧 買多些,剩下的錢就給你了 那麼這裏來有酒賣的地方都幾懸下 不過貴地餵豬那,看錢份上 車夫收了錢之後,趕快走 現在是埃曼,曼霞就很漂亮 武當是道教的名山,武林的聖地 在夕陽下,真是貴麗洪偉 這個地方比較偏僻一點,左近都沒有人 陸小鳳突然之間,不知為何 一鑽,鑽進車底 咦? 車底有什麼好看? 只見他鑽進去之後 在車底那裏暗暗沉沉地說 我兩三天不死人的 何況做隱事通常都可以熬 對嗎?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那他敲車底的木板 覺得裡面兇的 那叫車底有個甲層 車底若有甲層,當然不會很小 如果把有人藏在裏面就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那天从叶凌峰的山庄出来 他将表哥也就是古从居士藏在这里 一个人如果点住月道 扼你这种地方是租质一些 不过有些人是抵租质的 陆小鹏说 现在你虽然受罪 不过只要你肯帮我了 我保证不再违难你 你还可以去做你的隐事 说完陆小鹏就掏开一块木板 立刻他吹声下 真的有个人从上面滚了下来 但是跟着又滚了一个 再滚了一个 咦 陆小鹏明明藏了一个人在里面 为什么突然之间变成三个呢 不单止是三个生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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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 那些人又是不是海奇闊呢 陆小鳳幾乎連他們的臉都未見到 就被人整個撕起來 出來的聲音踏進車廂 簡直當他是豬肉地踏 接著 馬車很快就向前跑了 三個人都坐進了車廂 冷冰冰地看著陸小鳳 原來其中一個是高徒 一個是海奇闊 第三個人又不是表哥 是杜鐵森 車底的甲層 本來明明只有表哥一個人 現在反圍偏偏沒有他 他去了哪裡呢 這三個人又是怎麼來的呢 在前面趕車那個又是誰 是不是那個本來應該去了買酒的車夫呢 陸小鳳突然之間笑一笑 想說話 不過說不出 因為人家的點閱手法很重 他臉那些肌肉硬了 不單止說不出說話 連笑都笑不出 那三個人看來就不想聽他說話 杜鐵森是新開的手掌又像握上拳頭 那些手指好像燒炮掌那聲 高徒看著他的手 又看著陸小鳳 突然之間問 哎呀 哎呀 你做營堂堂主 一共做了幾一年啊 杜鐵森就說 十九年了 哦 那是不是有你這對手 就沒有人敢不說實話呢 對呀 哦 我聽說 你本來說有很多次機會都可以做總球目的了 那你為什麼又不肯做呀 因為 是營堂好玩 哦 那就是你喜歡看著人受罪了 沒錯 那我真是想見識一下你當年的手段啊 你馬上就見得到了 嘿嘿 我還聽說 當年三十六寨的叛徒寧願落油鍋 都不願意入你的營堂 這樣說的 那你是不是有一套很特別的方法來對付叛徒 啊 不單止特別 而且好玩 陸小鳳一聽 啊 這陣子自己真的玩完了 正在肉隨針板上 好了各位 究竟陸小鳳的性命如何呢 我就明天再說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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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邊 道歉 睡眠 相安 美